那里生活 四十年之后 那位埃及王驾崩 以色列的女儿在埃及 向神发出了渴望挣脱奴役的爱好 因此神为了信守他和亚伯拉罕 以撒和雅各索利的约 拣选摩西来率领以色列人 在沙文 耶和华的学者 从荆棘的火焰中向摩西显现 奇妙的是 荆棘被火烧着 却没有烧毁 摩西说 为什么荆棘不会烧毁呢 我上前去看看吧 神看见摩西走近 就从阶级中喊他 摩西 摩西 摩西回答 我在这里 神说 不要再走近 脱掉你的鞋子 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 我是你父亲的神 是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 摩西忙上脸 因为怕看神 也有话说 我以前看见我的子民在埃及上虐待 我已经听见他们的爱好 我知道他们的痛苦 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 领他们出了那地 到美好宽阔 到美好宽阔 流乃云女之地 摩西 现在我拆你到埃及王那里去 你去把我的子民从埃及领出来 摩西对神说 我算什么 我怎能到埃及王那里去 把以色列人领出来呢 我到以色列人那里 对他们说 你们祖中的神 打发我 到你们这里来 他们若问我说 他叫什么名字 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 神对摩西说 我是自由拥有的 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 那创始成中的主 打发我 到你们这里来 摩西对神说 主啊 请你不要拆我 我一下没有口才 我本是一个 笨嘴笨舌的人 神对他说 谁给人口才你 既不是我耶和华吗 许安 你的哥哥样子 是很有口才的 你告诉他该说什么 我会赐你和他口才 我会教导你该做什么 回到埃及后 一定要在埃及王面前 经我赐你的能力 去行各样神迹 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 不放我的子民走 你要告诉埃及王 耶和华这样说 以色列是我的儿子 我的长子 容我的儿子离开 好释放我 你还是不肯容他去 看来 我要杀你的长子 摩西和亚伦去见埃及王 说 耶和华 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但你却一点也不拯救你的百姓 神回答说 我是耶和华 我从前向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显现 为全能的神 神又小于摩西 他很快将在埃及显现出 他是以色列民的救助 他又要向埃及人证实 天下万民 必将敬拜他为独一真神 而非被造之物 于是神对摩西和亚伦说 拿着那根杖去见埃及王 伸手用杖击打埃及的河水 摩西和亚伦 按照神的吩咐 举手用杖击打河水 河水立刻变成细 可以鱼死 河水发臭 而且不能再拖全国任何地方的水 神又对摩西说 你去见埃及王 告诉他 耶和华这样说 放我的百姓走 也便他们侍奉我 你若不肯容他们离开 我必是青蛙糟探你的国家 埃及王不肯答应 因此青蛙遍布了这个埃及 青蛙进入百姓的家中 卧室 跳上了床 挑进厨房的炉灶和揉面本里 胡王叫了摩西和亚伦来说 请你们求我 耶和华使这青蛙离开 我就放你们的百姓走 当埃及王看见蛙灾过去 心灵刚硬起来 正如耶和华所预言 神继续降灾在埃及国土上 每次埃及王请求灾害停止时 神便会应允 但每一次埃及王都出尔反尔 违背他让以色列民离开的诺言 神将埃及遍地的尘土 都变成了狮子 他在永远的家畜身上 埃及的巫师告诉过 这是神的手段 神要叫成群的苍蝇 飞到埃及王和他的尘土身上 他将向可怕的瘟疫 所有埃及人的牲畜 都染上瘟疫而死 但是以色列人的牲畜 完毫无损 博西照神吩咐 拿了卢灰 当着国王撒在空中 在所有埃及人和牲畜身上 做了五花树 以色列人居住的戈山地区 却没有冰毛 神又在埃及境内降下蝗虫 蝗虫偏盖地笼罩去 只看不见地面 赤光的冰毛尚被摧毁了全部水 在埃及见不到有绿树和绿草 神又降下了黑暗之灾 浓密的黑暗笼罩了全国三天之久 人们彼此看不见 无人能够离开他们的家 可是所有以色列民家中都有亮光 埃及王仍不肯放以色列人走 并威胁摩西说 你滚出去 不要让我再看见你 我那天再看见你 你就没命 摩西说 你说得一点不错 你的确不会再看见我 神对摩西说 我要对埃及王和他的国土降下最后一次灾难 这以后他一定放你们走 这灾要叫埃及的每一个长子 从继承王位的太子 一直到魔坊里做奴工的婢女所生的儿子 都要死亡 埃及全国将有嚎啕大哭的声音 这是空前绝后的 摩西 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 每家寻一只一岁大的公山羊 必须是毫无残缺的 死天之后 在皇宫的时候 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 各家要去点血 涂在屋子的门框和门楣上 一直到第二天早晨 无论谁都不准出门 当夜要吃羊羔的肉 要带着头腿五脏 用火考了吃 你们必须与吴笑饼一起吃 因为这是耶和华的预约节 我要降临埃及地 杀死一切投胎生的 不管是人是牲畜 都要杀死 我要惩罢埃及一切的神 我是耶和华 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就记好 我一见这血 就越过难了 在我惩罢埃及人的时候 绝不伤害你们 每逢这天 你们必须庆祝 要吃无效饼 作为纪念 并称这节为预约节 于是 以色列能照着耶和华 吩咐摩基和亚伦的指令去做了 到了半夜 耶和华杀了所有埃及人的投胎 上次国王的长子 假日地牢里的囚犯的长子 连一切生住的投胎也被杀了